第十八集 盛天殿里依旧歌舞升平 楼玄影潇洒离开 一出殿 他似乎对宫里的任何事都很感兴趣 东跑一下西跑一下 有时甚至蹲在花丛中不知翻找些什么 哇 吴公公树上有鸟的窝窝 楼大小姐 你好好跟着奴才走 不是困了吗 东看西看 要何时才能回到相府啊 吴公公不时抹着虚汗 这样一个好动奇怪的姑娘跟在他身后 他要是不留个心 指不定什么时候就把他弄丢了 皇宫这么大 万一他不见了 他怎么跟楼相交代 楼玄影小嘴微多 似懂非懂地点头 又恋恋不舍地望着御花园中那棵大树上的鸟巢 极不情愿地跟着吴公公继续往前 四处张望的他 撇到前方一抹白色身影 而吴公公远远看到 产笑地迎上去 点头哈腰向他行礼 奴才见过皇甲大人 呦 身后那只脏兮兮的小花猫是谁啊 皇甫臣注意到吴公公身后的楼玄影 看到他那张大花脸顿时笑不可知 回皇甫大人 他是楼相的千金 原来是楼大小姐 校府什么时候这么寒碜了 竟然买不起手巧的丫鬟 替楼大小姐梳妆打扮吗 把脸画成这样出门真的好吗 皇甫臣扶着树几乎快笑叉气 身为女孩子家竟然敢这样子出门 虽然是吃傻儿 但她还是着实佩服她的勇气 难道相府的人没提醒她这样不合适吗 楼玄影虽然脸上还挂着傻笑 但因她不给面子的哈哈大笑 心里还是腾腾冒着火 身为男人 当着女孩子的面这样嘲笑她 真的好吗 很好 皇甫臣 她可是很记仇的 哥哥 玄影是不是见过你啊 她仿佛见到大熟人般突然朝她扑了过去 伸出油腻腻的爪子往她雪白的衣衫上抓去 皇甫臣刚要闪躲 然而自己的手臂亦被她牢牢抓住 不但如此 她的手还在她的雪衫上磨搓着 很快 她的衣服上油渍斑斑 看得她脸抽搐不已 楼大小姐不必如此热情 女孩子家要矜持 皇甫臣只觉得那些油斑万分刺眼 朝楼玄影挥动手中的折扇 想要脱离她的魔爪 却发现她越抓越紧 矜持 她跟一个傻子谈矜持 她脑子进水了吧 一身白衣盛血的人通常是有些洁癖的 楼玄影就是要让她难受 她才不理会她脸上那痛苦的表情 哥哥 玄影要回家哦 你跟我去玩吗 吴公公看着这混乱的现场 偏开脑袋 不忍直视 皇甫大人竟然会被这傻子缠上 也真是她的不幸 呃 楼大小姐 我还有事 对 我有要事向皇上禀报 下次 下次有机会 一定去相府陪你玩 要是此刻抓着她的是男人 她早给她几拳解脱了 可她是女人 而且还是什么都不懂的女人 即使是傻子 也是女的 她从不对女人动手 而她又死缠烂打 如何脱身还真让黄府城 头痛不已 楼大小姐 奴才该送你回相府了 吴公公也立刻帮枪 哦 回家 楼玄影觉得整够了 总算稍稍肯松手 黄府城趁着当下 赶紧将手抽回 如必蛇蝎般往前几步 想拉开与她的距离 嘶的一声 衣服撕裂的声音 清晰地传来 让黄府城愣了一下 黄府大人 你的衣角挂在树枝上 吴公公指着树枝上 还悬挂着的一小块血布 小声地提醒 黄府城无语 他的衣角 什么时候勾到树枝上了 该死 幸好 为了给你传话 我弄得一身狼狈 以后跑腿的事 绝对不要救 他火大了 衣袖上的油污 让他浑身难受 衣角还撕去了一块 向来爱干净的他 根本忍受不了 这一身的狼狈 他必须马上回府 换套干净的衣服 望着黄府城 气脑走远的背影 又看着树枝上 那质地柔软的布 楼悬影低下脑袋 嘴角翘得老高 惹他 就要有被整的心理准备 楼大小姐 走吧 马车在宫外候着了 好 他很乖巧地点头 老实地跟在吴公公身后走 傍晚时分 御书房里 皇上召集了六位皇子 看着书桌前 齐沉默的六子 莫玄明的脸 严肃地绷紧 义尔和楼玄雅的婚事 就定下来了 楼家 还有其他三位女儿 你们的意思呢 谁要纳他们入府 众皇子仍不语 似乎都在等 想看其他人的意思 父皇 为什么一定要儿臣等 娶楼家四女入府 楼下虽是当朝丞相 可他的四个女儿 敌女是傻子 其他三个 不过是数出 莫胜瑞 问出了众人的疑惑 若要拉拢 位高权重的楼下 不让他生二心 娶他一个女儿 也就够了 为何是四个 唉 莫玄明叹气 好半场 含糊其词的解释 若不想宣莫王朝一主 让先帝辛苦打下的鸡眼 毁于一旦 你们就听父皇的话 事情没发生 一切都难断真假 这么严重 听了莫玄明的话 六人中除了莫衡宇 心中皆起义 但看莫玄明那严肃的脸 谁都没勇气再往下问 他们也知道 就算问了 父皇也不会明说 你们就听父皇的 谁娶都好 娶了 在府里安置个院子 给他们便罢 至于今后 你们要再娶妃 朕绝不阻拦 出去楼家三小姐 其他三位 你们五个怎么说 父皇 娄家二小姐和四小姐 我们都没意见 可是那疯癫痴傻的 娄大小姐 谁愿意 即使是那件府里摆着 每天整出些幺蛾子来 谁受得了 不知道其他皇兄 意下如何 反正我是不要 莫胜瑞提起楼玄影 就想起当日 在相府发生的事 他对楼玄影 是厌恶到极致 绝不可能拿他入府 父皇 儿臣也不愿意 莫胜瑞话音刚落 其他人纷纷点头附和 看了楼玄影的行为表现 谁还有勇气 敢收下他 莫玄明头痛极了 果然没有皇子愿意吗 而在这时 书房外 传来吴公公的通报声 皇上 皇府侍郎求见 莫玄明眉头一皱 这种时候来找 想归想 还是让吴公公宣他进来 皇府臣进门朝皇上行礼后 看着站了一排的众皇子 心中自事了然 拱手示意后笑道 皇上 臣是不是打扰了你们的谈话 不 朕只是宣他们来聊聊 皇府臣 你找朕所为何事 皇府臣是他气重的臣子之一 虽然进兵部是仰仗了他爹 但行事作风 却丝毫不输他爹 假意时日定有一番作为 只是性子过于顽劣 甚至比他好些皇子还傲气 许是跟墨景浩走得近传染的 回皇上 景王爷身体抱恙 故今日皇上的召见未能进宫 臣受景王爷之托 其实一早就进宫来 想把此事告知皇上 由于中间出了点事 爹有急召臣回兵部 故耽搁到现在才来 还请皇上恕罪 身体抱恙 回皇城后 他哪天不说自己抱恙的 连早朝都不来 他病到连路都走不了吗 怎么不在边境病死算了 墨玄明一听身体抱恙 怒火嗖地往心头窜 墨景浩回来近十天 每天都以有病在身为由拒绝入宫 连其他借口都懒得换 还真当他好糊弄 面对皇上突然的怒火 黄府尘摸了摸鼻子站在一旁 心里突然有个疑问 他们父子之间的纠葛 他这个外人干嘛要插一脚 只是皇上有必要这么火达 墨景浩会如此做 难道他不知道原因吗 当年的事他总不至于忘了吧 黄府侍郎 三皇帝真的病了吗 本王怎么听说 他数日前还跟你出城狩猎 而且战绩似乎还不匪 墨衡语笑得几股怪 当众揭穿墨景浩的谎言 大皇子话不是这么说 病了就要整天卧病在床吗 那天锦王爷气色稍好 是我劝他去狩猎的 黄府尘也不是吃素的 面不改色继续帮墨景浩圆滑 是啊大皇兄 我前几天也去看过三皇兄 他确实脸色苍白病了 六皇子墨扬城也赶紧复合 同时偷偷观察墨玄明的表情 生怕他一生气又治三皇兄的罪 哼 就算真病又怎样 既然三皇帝能去狩猎 至少说明那天他没大问题 他回皇城十来天了 父皇既然曾召见他 他因病不能马上入宫也就算了 但有好转总该进宫一趟吧 大皇兄 够了 你们别吵了 朕听得都头痛了 墨景浩不管是真病还是假病 总之三番五次忽视镇的召见是事实 吴公公 墨玄明话音刚落 门外禁止手里的吴公公立刻推门进来 皇上 奴才在 朕命你马上到景王府一趟 给朕传个话 除非墨景浩死了 否则立刻命他入宫来见朕 抬也给朕抬进宫了 这奴才遵命 吴公公一听 头皮发麻 皇上这是打算对景王爷施应计了 只是按景王爷的脾性 怕是不会轻易妥协 他可为难了 一注香后 吴公公回来了 看着脸色暗沉的墨玄明 映着头皮 声音结巴的 把墨景浩的话传达出来 皇 皇上 景王爷 在看兵书 他说 他 他 没空 什么 砰的一声 墨玄明一掌重重拍在面前的书桌上 桌上的书甚至抖了两抖 也让在场的众人心里颤了两颤 颤过后 有人替墨景浩担忧 有人 幸灾乐祸 没空 很好 这次连借口都不找了 吴公公 严墨 朕要颁布一道圣旨 他不是称病吗 那就择日纳楼玄影 入府冲喜 这次连纳楼玄影